旋软头条带您看到肯亚遣返45名台湾人到中国 今天相关的照片曝光 而陆委会主委萨利言透过热线 向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 将组团赴中国探视被关押的台湾人 不过国台办回复的传真内容却称 要安排台湾人员探视恐怕有困难 台湾人遣返中国大陆 中共官媒发布押解照片 嫌犯各个头戴黑头套 座位两旁一左一右都是警察 规格相当大阵仗 对于台办政府要求带回台籍人士 国台办说陆方是受害方 电信诈骗造成损失惨重 将启动司法调查 而前一天 夏立言跟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热线终于接通 双方谈了50分钟 陆委会提出主张 包括组团到中国大陆探视 是从什么时候启程 我们昨天跟他讲是要越快越好 什么时候还没有达成协议 你表示欢迎可是时间还没有敲定 时间还没有敲定 你能在三天内成行吗 你们能不能透过热线来处理这件事 我们绝对会努力在两三天之内成行 到中国大陆探视官员态度乐观 不过 立委看过国台办回复的传真却发现 陆方虽然表态欢迎 不过后头却说 嫌犯刚被带回 正在办理手续 现在女方来人沟通有些不方便 有消息会通知你们 不会等太久 还说 安排女方探视有困难 如果有嫌犯家属提出探视要求 会根据规定办理 碰上陆方给的软钉子 增添台湾政府处理难度 新唐人雅特电视 曾艺豪刘兹营 台湾台北报道 臣